Hello 欢迎大家收睇罪宴团 今天很开心请有位美女和大家分享 我看不出 这位美女Carrie 她是从事旅用的 配对生意即是旅用的agent 我想说在旅用中 大家在脑子里想起 是姐姐嘛 那真的 香港有很多姐姐 不过她这门生意究竟怎么走呢 以我所知她还要第二代 将这个时间交给Carrie 和大家讲解一下 或者分享一下 究竟你的商业如何 和大家大家招呼 大家好 我是Carrie 你好 刚才说过 你们公司 你是第二代 其实香港的旅用也有三十多年 你是第二代 是比较少有些 其实是的 其实我们公司是1983年创立 就是我妈妈开始 我做了三十多年 其实我想她年纪都开始大 她就会问我 你有没有兴趣去购买 其实本身我自己做了十六年的猎头生意 但我看到生意也三十多年 也做得很好 那没有人去购买 是很可惜的 所以我就担了这个重任 那几年前 真的很耐心地帮她做 嗯 很孝顺的旅用 因为很多时候 未必会接回父母的生意去做 当然了 接手了 你有你一个自己做的猎头生意 到现在是做旅用的生意 所以一般人所认知的旅用 可能负面的比较多 当然是 一类是 他们做的东西很一样 等等等等 要数就比较多 或者是雇主虐待旅用 那可不可以先说一下 现在香港的旅用市场 会怎样 让大家了解多一点 其实现在旅用的数字 有36万 一大部分 五十多百分都是菲律宾的 那四十五百分是印用 那其余都是尼泊尔 或者是小梁的泰雍 曼加拉 那类 那当然你说旅用的市场 现在是很紧张 因为我自己 入了这一行之后 才发觉 原来第一 输成很紧要 就是你跟哪一类的partner拍档 拿哪一类的旅用回来 但因为现在 其实很多国家 跟香港争取很质素的旅用 所以我们的困难 就是怎样找一些好的旅用呢 这是我们其中一个挑战 好质素的意思是什么呢 因为刚才说过 很多不是那么好的经验 很多朋友 会不会是因为他们的态度 等等 就是有分了个level 是 其实当然你说态用 不同的旅用 其实心态很不同 以前来香港 很多都是因为打工 养家 那现在他们的心态 因为可能 背的债务 比较短了 少了 那现在来到很多可能是 来香港 很多人 都会变成旅行 也说agi 當然你說好質素的旅容 在我的見解是 第一他以前的工作經驗一定要好 第二個人品和性格一定要好 但其實我覺得取決於 在僱主和旅容的相處是怎樣的 以前見過一些新聞 就是虐待這個旅容 其實香港的僱主普遍的性格 反過來是否相對對旅容不是太好 我覺得我又不可以說態度不好 但可能僱主要求是相當高 因為我看過很多例如在新加坡做的旅容 中東做的旅容 台灣 其實他們講過工作的性質 其實沒有香港接拍那麼快 第二時間沒有香港那麼長 第三就是香港這個旅容 可能做了所有工作 無論是照顧小朋友家務 都一個人兼備 所以你要的skill set其實是很多 可能那個旅容有這麼好的經驗 然後去做這麼多事情在這麼短的時間爭取 大家覺得旅容好像曉飛一樣 因為我真的有些朋友跟我說 這樣又不認識 怎麼搞錯 那刻我真的平心靜氣跟她說 她認識的就不會來做旅容 她不認識的就教她 但她又可能是比較急躁 如果僱主好像你的心態 其實問題是少很多 但我明白的香港僱主來請容工的時候 當然希望幫他們解答家裡的問題 小朋友的問題 但就算你說做過香港的旅容 其實每個家庭要求不同 可能那個complexity都不同 我經常跟僱主朋友這樣談 你為什麼educate的旅容 去看你家裡最重要是需要什麼呢 因為來到香港很多都期望旅容已經懂得做 可能沒有時間去教 但我跟朋友說 其實我希望你會做一次給他們看 由頭到尾可能早到晚上的時間是怎樣 可能做一次 做一次不行的 做多一次 因為他們本身的吸取機能 也不是相當高 不要當是香港人 香港人太快了 他們如果太厲害也不需要做工人 是的 還有很多僱主就像機械人一樣用工人 這就變成了有分歧 其實我覺得都是要相處 說真的一個聰明的工人給到你的話 你都不會耗久 我有一個朋友 他的工人是真的聰明的 聰明的意思是什麼呢 他絕對在你限時之內做完 他要做的事 然後業餘的時間是什麼呢 他不是去很無聊做其他事 不是去玩什麼事 他有做生意 他買回東西給他的朋友 同鄉 可能來了兩三年左右 他應該賺到夠錢 所以你又想想太聰明了 你是不是能保持這個容高 當然在他們做事的角度 如果做兼職賣東西是非法的 你真的不知道 其實請了一個聰明的旅行 即使我自己做這行這麼多年 我媽媽做這麼多年 其實我自己都可能會撞板 因為為什麼 就算我們每個月去親自去見 其實我們見他的時候 他都會給你一個最好的狀態 那一定 而香港請工人是沒有試用期 你一來到香港 你就真的做兩年contract 其實你說中間 初初來到幾個月 其實磨合期 其實那個重要性就是這裡 我自己就 就算做這行 其實我都很理解 每一個容工來 他懂不懂做 怎樣做 你有沒有教他做 還有你的要求多少 其實這都是一個大的issue 如果你說把東西拆回去看 當然會做得好 但會有僱主請工人來到 就是他希望他很快地融入家庭 很快地去擔當所有的責任 其實這就是一個 我覺得應該去想的事情 會不會香港的僱主相比其他國家 會比較熟悉一點 都是小耐性 又不喜歡去醫生作質 甚至乎當作工人 會不會亦都倒轉的時間 除了機械式的工作量之外 就是真是很有階級觀念 你是工人來的 使得你盡 甚至乎當作沒有什麼人性 因為我見過香港的照片 就說房間又不是在廁所旁邊 都不是當作一個人 其實這樣說 我見過這麼多僱主 有些罵得很厲害 我也聽過 有些好得不得了 我都見過 當然你說 我做這行家 當然希望容工和僱主的關係好 但其實我自己心裡覺得 他也是一個人 他離開別井 我都希望僱主 也都關顧一下他們的威風 所以你說香港僱主的依舊 真的很高 第二 其實我都覺得香港人 本身做事壓力很大 回到去 很多妹妹跟我講 可能他們本來出氣 都有這樣的情形發生 所以有時候僱主 可能都可以 叫做關注一下自己的情緒 這個都可以幫助很大 情緒是另外一個主題 很多人有很多壓力 這個暫時不講 你真的成計了這個生意 一個三十多年 算是一個香港很久的老的行業 是不是借樣 我不敢說 但是做的方法 你一定有一個特點之處 你才可以保持這麼久 因為大家一想起 旅用的一定會見到 一家公司在電視上 經常長期地去賣廣告 他這個手法也都令到別人知道 是 但是我知道你的營運方式 都挺人性化的 所以令到你們 不是走這條路也好 仍然都保持這麼多年 都在這麼健康的市場上 是 很感謝你這麼說 其實我接了手之後 其實我都很看不同的角度 我覺得最難去管理 當然就是和那些妹妹的關係 其實我們以一個中介角色 其實領事館取代 很希望我們照顧得他們很好 所以其實我自己的團隊 本身是有講印尼華的同事 有講菲律賓華的同事 我很希望那些妹妹來到 如果你說初初不是很適應的 我就很希望用這兩個同事 去幫他們看一下 怎麼幫他們 當然你說說回自己的言語 對他們都覺得好像很親近 去幫他們 所以其實我們的教訓都做了很多 你說first month to third month 我們都有做這件事 另外就是我自己都擺很多心思 怎麼跟僱主去educate 首先僱主來到 其實那個僱主我當朋友 每個人都有我手裡的電話 我都會跟他們談 其實我覺得自己的經驗會是怎樣 怎麼可以跟妹妹相處得好些 給她們一些提示 我都會大概在這個方向去做 比較人性化些 當然啦 始終是做生意 很開心你不是當那些妹妹 剛才說的妹妹 即是女傭是一個產品 是一個貨物 是 但早日才算 你會有些心機 起碼你都會知道 她去哪裡主人家 是 又教了主人家 對她好些 甚至可能肯挑選 我的妹妹部分 都加了你的心機 是 但相對 以生意來講 你的時間成本都做 是 那你怎麼平衡呢 我覺得 其實我們選擇 在菲律賓 無論印尼也好 那邊的partner 其實他們怎麼看這個生意 都很重要 我想大家理念要相同 當然你說我們每個月做的量 也不少 所以你說每一個容工去council的時間也很多 但是我想我們那個心態和方向 其實很多妹妹都明白 我們來到 由我們一接她 到來到公司 到我們的briefing 其實我想她們明白 我們的心態對她很正面 那變成了 那妹妹就會自己傳妹的 那大家回響 覺得原來這間公司幾好 其實都很好 很幫助我們 那這個香港 那在那邊 跟那邊的staff 我們關係都很密切 那當然她來之前 我都希望她們和我們一樣 大家做大家很synchronize的briefing 讓那些妹妹明白到來到香港 其實她們的重點是什麼 要關注什麼 那譬如真的要求救了 她們在哪裡求救 那如果跟僱主真的有些磨擦 怎麼去處理呢 那其實我們希望在未發生的時候 做了這件事 那來到希望發生的時候 可能會減低的損害 因為很多時候 我都會聽一些朋友和我講 就說 哎我的女傭 就是妹妹我都跟妳說 我的女傭 我女傭學壞了 是 來到香港的Agent 還教她做什麼 做什麼 拔炒 氣死我了 那其實 我猜你應該不會做這種事 就是不會去走什麼 但是其實是很普遍 或者她本身是一個妹妹 已經被人架壞了 落到你手上 你會怎樣處理呢 其實這些機會 我們都會有 其實我想最重要的 重點是問我妹妹 其實妳來香港妳想怎樣 其實每一個來 她第一個想法都是賺錢 當然妳說來到 可能耳仔院聽了人說 認識了朋友不聰明 其實可能真的學得很壞 那很壞 我們要怎樣補救呢 如果她說 可能我真的不做回去 那就回去吧 但如果妳說 我想補救的 怎樣跟僱主補救呢 我們通常都會約在一起談 怎樣可以去拉買 那個距離 那如果僱主說 可能我真的不需要這個工人 那我們也可能會給她一個 但如果妳說 外面很多手法 我都不去置評 譬如很多公司說 要找個工人博炒 我們絕對都不做這件事 其實我們來到 希望關係好 如果關係真的不好 我們希望可以補救僱主 因為僱主在他們找女人的時間裏面 你懶惰 做得不好 這個是沒有那麼開心 但是都沒有去到最嚴重 最嚴重的是什麼呢 偷東西 欠錢 大肚子 我都聽過 是否這幾項是最嚴重 還是還有其他呢 你說借錢其實是普遍的 很多客人都會跟我說 例如我去其他地方請個妹借錢 但如果你說新的女生來香港借錢 其實不容易 因為在借錢公司 他們需要找Garantor 所以以我知道 通常都是做有差不多時間的女生 才借得到錢 但當然如果你說新來 她有把握的借錢 也可能有這樣的渠道 但當然一借錢 其實我們都會很關注這個case 但幸好我們就不是很多 因為其實我們本身她未來之前 其實他們自己都要用一些費用 給那邊的agent 其實我都會了解她自己的財政狀況 如果真的太差 我們都會encourage她 可能現在未必是來香港適合的時間 你會可能遲些 當你的經濟情況好些才來 減散了她來到馬上會借錢 這個問題 我們希望早點理解多點 不要說她是一件貨 她來到我怎樣處理 這件事就覺得不太完善 我覺得 因為剛才說的那三件事是刑事 提心吊膽 你打破我的東西都算了 你偷東西 甚至乎有這樣的情況 因為剛才說的 真的教大了肚子 又可能要給她機票回去外地 那這些部分 其實怎樣可以在生意上 怎樣去screen這班人 然後僱主又怎樣小心 其實你說大肚子的機會 我有聽過這些例子 但以我們做生意 其實我們本身的工人未來 我們有兩個體檢 第一個體檢就是 請了之後 我們跟她做一個全體檢 make sure 她的身體狀況 真的相當好 我們才會入職入領事館 第二個就是她臨上機之前 做多一個體檢 當然驗孕是其中一個最主要的test make sure 她真的沒有 很明顯是香港式男朋友 就是 make sure 她真的 不是戴一套才上機 就是不會帶她過來 帶香港 帶香港 你又很難去處決 沒有這樣的限制 當然她自己出現一個星期一天 她還會放假 就是她不知搞什麼事情 激動了那個朋友死 其實你說人做這一行 我們就很難去保障 唯一我們可以希望做到 就是比如發生了事之後 我怎樣去幫僱主解決問題 還有在妹妹的身上 我怎樣給她一個最好的方法 也幫她解決問題 當然你說大家可以商討 當然最好 但有些個案 可能大家談不完 可能都要找其他機構去幫助 會不會其實在你們談這些 妹妹回來的事 都會講明這段時間 你在香港工作 是 其實你如果懷孕的話 你根本工作不到 是 是 其實我們去見女生的時候 其實我們很清晰地告訴她 第一 你的心態 你要怎樣去調教 第二 你應該做些什麼 不應該做些什麼 令到你的工作會順利 第三 就是我們要給她一個心理的準備 她來到 其實香港的文化是怎樣的 可能你接下來 你會面對什麼問題 其實我們香港本身 我們醫療是一個很大的safety net 她不需要擔心 因為她也有身份證 她病了 她可以公立醫院看證 所以你說醫療方面 其實香港是很好的 還有在很多 你說在政府的discipline上 其實香港對勞工的安全網 是非常足夠 比中東好其他地方 其實這個人他們不需要擔心 唯一擔心就是自身 怎樣去處理 來到香港的生活 我們都會希望教她 怎樣去處理這件事 所以就沒有一個特別黨明 不可以懷孕這件事 是啊 我們都會跟她說 第一 如果你真的想了來香港 我們就希望你在自身上小心一點 其實你來的時候 你是想做事的 你不希望會發生事 當然這個是我們女生跟女生說 希望去brieve她 讓她知道其實重點在哪裡 我亦都跟女生說 你來到你的重點是真的做事賺錢 你不要想太多 最重要是不要去認識一些不對的人 聽一些不對的東西 你好像媽媽在教別人 對 其實他們本身就算讀過大學 他們的大學不是我們香港的大學 不是外國的大學 是他們本身本土的大學 很多都是大學生 對 其實他們的思想上 其實都不是十分成熟 如果你說這麼聰明 都不需要來做工人 所以我們就 其實都好像媽媽這樣跟她聊 其實都用回以前的例子 譬如我以前也請了很多工人 那工人又怎樣成功呢 有些好的例子又怎樣做呢 但是取決於這個人 本身她自己的抉擇能力 如何去判斷這件事 但是很多女生她很乖 但很傻 可能來到群裡一些不聰明的人 或者一些不太好 一聽了她就學了人 但是其實他們的民族 就很流行聽自己的民族說話 這是他們的特性 就很相信自己的民族 即是兩個人都是孕容 都是的 是的 他們是很混亂的 即使在街上看到老同鄉都叫Auntie 他們很輕有這種想法 所以來到 去認識哪一班人 其實我覺得很重要 但是最難就是 你怎樣去 你管理不到她認識哪些人 所以作為僱主 其實我跟朋友都說 希望多關心女傭 不要只請回來 當她是女傭 跟她聊天 了解她家庭的情況 起碼如果真的有問題 她會先跟Bam說 不是先跟朋友說 當然你說 小問題 其實我們可以幫她解決 因為我們的 role 本身是一橋樑 我跟僱主說 其實有什麼問題 隨時打電話給我們 我們希望在最初步幫你解決 但如果你說 去到最後的情況 我們當然不希望 但是因為我們不可以在家裡 去見到僱主和工人 所以我經常跟朋友說 就是希望她可以了解 就是理解多些工人 去看看她製造成怎樣 但也要留意 你不要忘記 你的女傭是住在你家裡的 就是這麼貼身的一個人 她的情緒 或者她有任何的不高興 你不要想著不關你的事 因為你知道 像是女生有症狀化 等等 那些事情 打爛東西也很大件事 我想這個看法 可能回頭 不要想著 你女傭 你一定要認識 我想這樣的想法 可能對自己也會好事 對自己也會好事 剛才你提過 她們很有民族意識 自己會聽自己人說 我想問你有沒有難處去教她們 剛才你說過了 就算她們到生都好 那個想法比我更年輕 或者比我更順 會不會要花很長時間 但都說不明白 其實你說 當我們去挑選女用的時候 當然我自己看 就是看她應對的能力 當然她的態度 那個整體的印象 當然是要正面 而且我通常會 比較細緻 例如你 我當你洗衣服 那你怎樣分 你有沒有分析 我問她你有沒有分析 第一 第二就是你有什麼材料 你會手洗 還是機洗 你會更多這些問題 有些可能 譬如有些 其實未必那個老闆親就要見 很多都是拿一堆妹妹回來買 其實我自己希望做多一步 就是每樣東西 譬如Cooking 你蒸一條魚 你告訴我怎樣蒸才行 那個步驟怎樣蒸 我每一個妹妹都會抽不同的例子 去問清楚她 step by step 你告訴我 其實告訴我 其實我覺得她應該認識六七成 否則不是你說不出來 所以我希望在這些技能上 我們會多點去問 還有你不要忘記 在他們的國家 未必有這麼好的優質生活 對 例如剛才幾天看報紙 就看到有女傭 蒸熱了那個冰皮的月餅 我絕對覺得 他們的國家是不會有冰皮的月餅 她不懂 就是做這個笑話 其實說真的除了看新聞 我之前有朋友都試過 我被那個工人氣死了 我整熟了我的冰皮 我真的不懂 剛才你說的六七成以外 就是說一些新的東西 可能你們要花時間 我想你都沒有想過 會這麼有心 真實 你說得很對 Manda 即使你說女傭培訓的時候 其實在第三個國家 他們可能用的Machines 在廚房 都是比香港落後很多 香港已經去到精爐了 我不相信那邊的訓練 學校有精爐 或者三合一的精焗爐 所以來到 其實我覺得 如果你家裡有些比較難 處理的Machines 或者一些新的東西 可能真的要教一次 還有香港的洗衣機 是真的很延遲的 那邊的洗衣機 我記得我們在孟加拉 我們給我們工人示範用的 都叫做好的washing machine 其實當地買不到香港的這麼漂亮 70年代那些 可能會好些 起碼的訓練都很用心教 但當然來到香港 其實本身科技走得太快 Disparity很大 所以我會跟僱主說 如果你家裡有些 例如Dyson這麼漂亮的吸塵機 你真的要展示一次 給他看 其實他都未見過 可能是一件科學品 所以可能有些細節上的位置 我們要請注意 會的 因為我有些朋友經常投訴 他很粗魯 我記得我幫朋友買雜質機 我不敢讓我女優弄 他會弄壞什麼 但我說這件事說真的 我也摸了一層 你何況一個完全不懂得 用那些那麼新的 搞呀搞呀 可能對於他來說 他一來是害怕 二來又可能未必會這樣很多 但我的朋友的結論就是 我讓他弄 免得弄我的東西 我想可能僱主上 也有一個平衡 那這部分 妹妹你又很有心機 他處理了 那僱主你怎樣去處理呢 這些很多種類不同的心態 其實有一件好 就是僱主比我當我朋友 但其實很多時候都會打來問我 其實應該怎樣去教他們 其實我自己 作為一個僱主 我都真的這樣教 我自己都會示範 例如洗衣 哪些衣服是手洗 哪些衣服是機洗 就算手洗 你不要搓 例如C你不能搓 你真的要做一次給他們看 其實很多時候 都歸咎於工人的common sense 因為common sense 是不能教的 還有有時候 譬如我們真的見他的時候 你怎樣測試他的common sense 就算我問一些問題 可能他那一刻他懂 但第二個方面他又不懂 所以我想 這個關係就是僱主 應該做一個起步 怎樣去看回工人 當然你說請了一個聰明的 當然好 但請了一個聰明 也好像Amanda這樣說 他太聰明 那怎樣拿一個平衡呢 其實我覺得是僱主和他相處知道 其實就是一個平衡 嗯嗯嗯 所以大家要留意一下 所有的事情是雙方便的 如果你這一刻覺得 旅遊不夠厲害 是不是你又未必 給到這麼多的支援他呢 相信來說 如果旅遊和你的關係是OK 你慢慢令到他的common sense 有提升的話 你又用得舒服 你又不用頂氣 那不是更加好嗎 是的 我想這個 可不可以這樣說 很多時候都很著重 Agent 裏面的一個 補兔 因為很多時候有人選擇 旅遊 當然可能有錢 有很多很多原因 這些行為選擇的事情 但是可能遺漏了 心態 一些訓練 溝通的部分 會不會是你這個生意成功的原因 我覺得會的 因為其實我自己很擺心 在這個生意 雖然你說 可能我們每一個party 去管理都很有技巧 因為我們不只是跟僱主同路用 我們可能跟對外 不同的政府部門 我們都要去溝通 但是其實一個好工人 其實都是一個好僱主 背後 我覺得這是一個match 所以我自己不如擺多些心態 是怎樣去educate僱主 其實我自己也是僱主 其實我自己怎樣去做 我都希望share我的experience 給我的朋友 如果請到一個好工人 怎樣去繼續去疼他呢 請到一個不好的工人 我們怎樣把關係修補呢 但是其實現在我們面臨的challenge 其實好質素工人 未必個個都來香港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很多國家開了 例如你說日本 德國 蘇聯 當然加拿大之前都拿了 我們很多很高質素的旅用 現在國內都陸續開了 其實人工是比香港高的 實際上台灣其實已經比香港 多3千匹索 每一個月的人工 所以香港也不是一個很有利的國家 去吸引一些優質的用工 所以更加因為這樣 我們更加要懂得怎樣去用好的內容 或者懂得跟內容溝通 希望在那個叫做文化的gap 可以close到 給錢不是大了的 要記住 剛才說你自己也是僱主 還有說好的僱主 就是要有好的員工 又可不可以分享一下一些case 就是好僱主是會做些什麼的 其實經常在媒體中 都是說壞事比較多 既然這樣 當然是教大家僱主 因為太多人有姐姐 真的 好的僱主會做些什麼 如果以我自己來說 其實那個妹妹未來 其實我都會準備所有家裡的東西給她 無論你說皮鋪 可能冬天的衣服 因為她們本身是熱帶國家來 她們都沒有冬天的衣服 我希望在她的健康上去幫她 譬如牙膏牙刷 我都會給她 譬如早上 譬如早上 我知道那些妹妹 譬如菲律賓 她們吃飯多做早餐 我會在食物上比較開通 譬如晚上多煮一些 其他早上她有飯吃 因為她們本身的早餐是煮食的飯 我都明白她們的文化 希望給她們多些資源 其實我妹妹很開心 她會經常跟朋友說 我晚上給很多衣服給我 又回來買多樣東西給我吃 我覺得她是part of the family 去看我的工人 所以其實她對我們都很好 我想將心比己 我想聽你這樣說 當作是一家人 你預算她有一份 甚至是來到 未來之前已經準備好 就不是她來到自己買 我想人心肉造 相對地如果她覺得舒服 有些東西可能有時過分了少少 可能惹了少少 她不會跟你計較 或者不會有怨氣 我經常覺得 倒反過來 如果你家裡有一個散發怨氣的人 在這裡 相對都很麻煩 雖然你對一個工人這樣好 但她會不會有些事情都會激傷你 會的 那歸納女會怎樣 因為她做得最好 但她會激你會怎樣 究竟是behavior 還是別人教壞她 有時對工人太好 她可能會 叫做 Take for granted 對 所以我現在叫做收放自如 自己都要學這件事 如果我對她好 其實我不是說 我預計她做些什麼對我好些 但起碼做份工 她有心去做多些 有時我有些提示給我工人 例如我現在有兩位工人 有一個很沒有記性 有一個Solution 就是我將Post-it 貼在雪櫃上 例如你出街每天 你會見到 例如星期一做什麼 我就會提她 她說大家要工作在一個方向 或者一個方法 怎樣幫你去記得 有時她會想 其實你可以這樣幫我 大家會去想這件事 是啊 起碼你肯做多一步 我覺得 不要說是否你旅用 很多人對自己的同事 或是家人 都會在那裡掙扎 但就沒有想過Solution 而是在那裡怨 是 這樣那樣 當然你要做多一點點事 但是 你既然不記得事 這個是事實 你每天罵她 都是不記得的 那為什麼不可以 將這些事 變成一個方法 大家處理了 那你起碼少些氣 又加上 你的目的也是 就是希望她買到東西 做了也要做 沒錯 不要買錯東西 你要想一下目標 究竟是什麼 沒有辦法 你是讓這個女傭聰明的 所以你要用腦想多一點點事 而令事情活動 我想這也是一個精明的僱主 可以用一些方法去解決到 那個容工的問題 因為我想 相信他們的心態來到 不是不想做的 是 而是他們真的想不到 什麼方法可以做 是 我很同意很多僱主 為什麼她會不會認識 其實她真的不會認識 其他人的原因 就是真的不認識 如果你不給她 有方法 她更加不會想到方法 如何處理 其實你給方法 都要想 給一個比較簡單的方法 她用 她可以用得到 而且你要記住 你不幫她想 她想她自己的方法 可能你更害怕 對 因為她的文化水平 剛才你說的那些洗衣機 她不拿回那些棒 可能她打你的衣服 也算是給你面子 對 因為我看過新聞 他們可能是窗村 你出來 他們是很原始的生活 如果你有知道 你不給解決 她在廁所拍打你的衣服 可能你更害怕 我想 雇主部分 可能想少了一件事 忘記了她的背景 她來到 就當她是香港人 這可能是想少了 因為當你想到她們在鄉村出來的話 你絕對會立刻得起心肝去想 否則給她一些古令珍貴 你也大件事 對 因為其實我們現在 譬如說菲律賓市場為例 其實我們現在很多女生 是真的在鄉村出來 這裏做工 為什麼呢 其實在馬來拉的女生 很多都很saturated 或者可能心態已經不同了 比如我們找到很癖的地方 才找到比較純的女生 也認到你說的話 當你在鄉村 而要坐十幾個小時的車 出到馬來拉的時候 她們家裡用的東西 真的很原始 譬如我們公司 我們選擇的女生 我們可以視像 很多時候視像 禮拜日 她們在家裡視像 我看到她家裡有幾個簡陋 然後上面就是那些鹽縫 用東西搭 裡面的牆已經掉了灰 我們根本想不到的環境 就是她住的環境 想到家裡用的東西 可能她完全未見過 或者一個更漂亮的碗 她都未用過 香港人都說 這麼多打爛 其實她很緊張 她都不知道怎樣處理那隻碗 所以其實可以想多一步 或者做多一步 其實都差很遠 這個我想對一般人來的 可能我們提前 你未必那麼了解 為什麼我會了解第一件事 我經常都上山區 所以內地的山區 起碼你要知道 山區的朋友 家裡住的情況如何 當然 我媽媽是印尼華僑 我小時候看到一些偉為奇觀的東西 剛才說我們砌的東西 經常有 譬如你們煮的蘿蔔糕 通常人們會有不鏽鋼的洞 我告訴你 錯了 他們是否用這些 你有沒有看到木板 那些針只有兩三mm 那麼原始的東西 我小時候就這樣摸 他們自己摸 對 那個就是我 女兒嘛 摸到最後 我都分不出是我的肉 還是那個蘿蔔 我告訴你 現在的人會覺得很奇怪 搞錯 我小時候 因為不知道有其他東西用 所以會用這些東西 因為我外婆 那時候來香港 她就帶了一些原始 和在他們的生活上有的東西 他們都會用的 而且很美 但問題就是 以一般現在的standard 香港人來說 我會覺得這麼古怪 或者為什麼用這些東西 你有沒有見過一些 好像人家的藥房 有一個石的鐘 找東西砍 那些東西 我告訴你 我小時候有的 其實現在還有人 有的 但是香港的家庭 不會用這些東西 是 如果你要用一個容工 想方法 他真的找親戚 拿這些東西去砍 你都不知道怎麼辦 所以我想有些事情 你真的要想三一層 你要回想他們的成長背景 香港跟那邊相差太遠 是 還有香港人的質素 生活的質素 比較高 變成他們很多時候 不懂用一些東西 甚至是 post it 也好 我懷疑他們都不會經常 看到post it 他都不知道在哪裡買 他都不知道 原來會貼到東西 那種簡單程度 你真的不要想著 他會知道 跳得太多 step 我想可能也會顧著 如果這樣的話 他現在出現了問題 甚至兩個的爭培 事實上是 出現了很正常的事情 如果 譬如你剛才說 有些僱主很想修補 他原來要做一個這麼好的僱主 原來要做這麼多事情 但我之前奴役了我的女傭很久 他可能有心病 又有 但又未到期離開 那你會怎樣去教他們 去處理 方法 講了 但是心病這些東西 很難搞的 你會怎樣做 我想最重要是 其實每天對著那個妹妹 其實我自己用一個正面的心態去看她 因為其實很多都 尤其是我現在這兩個妹妹 有一個是很年輕 二十幾歲 但她已經有幾個小朋友 其實她是背很多家的債過來 這些會聽話的會不會呢 因為其實她本身要養三個單親媽媽 其實我方法就很關顧她 因為其實我知道小朋友是沒有錢 所以譬如大時大節 我都給她少錢 給小朋友 所以我覺得 作為一個僱主 對我來說也不是太多 可能我走多一小步 其實原來她的心很開心 我記得我之前有一個女傭 其實我是很驚訝的 其實我生日收到很多禮物 其實這個對我來說很重要 就是原來她偷偷地拿了一張照片 然後拿一張照片拿去寶麗來 弄一把一張杯給我 她說媽媽 我記得你很喜歡這張照片 我送一個三十六歲給你 其實那個杯可能都百多元 很貴的 其實她是幾年前的人工 其實她是很多錢 其實我覺得很感動 我問她為何要送你這樣 她說媽媽 你給我的東西都多很多 原來我做得對 原來其實我不穿 我不用的東西給她 她應該都是補的 是 還有我也有欣賞 一個以鄉人 懂得找寶麗來很厲害 基本上 我們香港人有多難 很容易 但是以一個女傭 人生路不熟 中文她不會積極 但她起碼有study 還會知道 還要整理給你 那個過程是相對比一般人艱辛 真的 之前你做得對 令她有這個印象 除了一個這麼小的禮物 就可以表示到你的心機 那是不是真的 如果一些跟女傭 之前的關係 可能破裂了的人 是需要 很想跟那個女傭 重新關係的話 由這些小節做起 其實我想是 本身的僱主 其實一起來 那個心態 如果正面 其實女傭是很感覺到 因為你每天都對著她 還有你每一張合約 起碼兩年 其實你請了一個工人 其實你就預計 他會在你家裡兩年 起碼 那你怎樣去 不要說處理 怎樣跟她去生活兩年 而她是照顧你的小朋友的 其實我覺得 如果對一個女傭好 其實她對你的家人更加好 其實我都遇過這些 很開心的事 其實我很多僱主 很好的僱主 她經常回來稱讚 說那個工人乖得不得了 其實這個僱主對那個人很好 很多都是這樣的故事 如果你說 有些不太好的故事 其實僱主都比較 我不會說苛刻 其實都是很計較 譬如一些很小的東西 打爛了一隻碗 她都叫她賠 法理上 當然你說每個月 最多可以扣她三百元 但可能這隻碗 可能是五百多元 哇 10%人工了 三百元 所以她打爛了一隻碗 她賠了之後 她就很害怕 其實她做每件事都戰戰兢兢 其實我覺得打爛的東西都會有 但你怎樣背後的教育 如何小心點用 不要打爛 其實可能這也是一個方法 我覺得 但多不多僱主 願意走多一步 還是放棄 我不要了我換了 因為其實 我們的生意 其實我們都有一個保障計劃 你說六個月內 如果她對工人回去換 但其實現在請的工人 你說花費的錢也不少 放進去資料也不少 當然你可以補救當然補救 但如果你說工人失勢真的不好 我們都鼓勵她換 起碼她的關係不要太差 因為其實你對著女傭 每天可能由早到晚 你都不希望不開心 其實我起床 我都不想見到我女傭不開心 所以我自己會想 我怎樣去做多一步 令到女傭在我們的生活環境 她是開心去做 當然每一個來到她背後 可能家裡有很多困境 很多小朋友去處理 其實我們想多 想深層 其實可能我們的問題 他們都有很多 可能更加多 我覺得心態很重要 嗯嗯嗯 如果聽你這樣說 在這個過程當中 兩方面都要花心思 在你的生意rise部分裏 其實如果聽你這樣說 工作模式 旅用 還有僱主 現有是這樣 我聽到多樣東西 就是你願意花時間 去做一些溝通橋樑 去教育部分 但是這個會不會 當然生意會繼續好 但是可不可以拆出來 變成多一個生育 為什麼會這樣問呢 因為我都聽過 有些是當他們貨的 其實已經做完 對 但這是一個超級服務 其實會不會這個 反而令到你可以更加值錢的部分 其實你說得很對 其實我們售後服務做得很好 我和我的團隊 其實我們很標榜社後服務 因為其實很多僱主 我聽到很多僱主 就是聘請了好工人 為什麼公司不理會 為什麼他的角色 不做他的角色 其實我都因為 他賣賣完結 其實我們本身聘請工人 其實我們不只是聘請的部分 我們兩年內 都要照顧僱主和工人 才有一個好的關係 這些關係會延續 譬如我們做了三十多年 其實我看到那個客人 原來是他媽媽那一代來請 到現在他女兒那一代來請 到他孫子來請 很多客人進來 就叫了我做我媽媽 因為我們很像樣 其實我是第二代 其實開心就是這樣 當你的生意不只是可以盛存 而是可以接一代來光顧你 其實我媽媽和我做的方法都是一樣 其實她都很擺心 當時三十多年前 她說有時候 當初做這個生意 如果工人做得不好 她會回去哭 她說怎麼可以做得好一點 很上心 我覺得自己 當你處理這麼大量的生意 所以你很難說每一個這樣做 但反而是我和我的團隊 怎樣可以在社會服務做得好一點 就算真的 無論出小問題也好 大問題也好 怎樣去教育主 怎樣去處理 我覺得這個很重要 所以有時候真的 如果你當它純粹一個死物的買賣的話 出事當然是多 但是也不是很多人願意花心思下去 但是你們又可以有一個社會服務 而是花心思 當它是一個人 這樣去真真正正的處理的話 即營運的部分會越來越做越來 原因這個 我想這個 business 都算是 扣口碑都比較多 是嗎 我們的生意其實很多 我想很大量的 by referral 譬如一個客人用得好 他會介紹另一個客人來 當然很多故事都很明白 其實人很難擔保 但是我經常都說 如果他做得不好 我們會盡我們的力 去保持那個 relationship 如果真的沒有我換給你 但是換給你之外 都未必過換都是最好 當然我們希望 我們後面怎樣去 support 僱主 support 工人 這是最重要的 我覺得心態上 你不要說工人你請了 那我就扔下 當然不是 所以很多僱主 比如第一至第三個月 我們都會打去問他 做成怎樣 有沒有人可以幫忙 那旅遊放假 我會 encourage你 我們公司 其實我們一至日都開工的 我自己都是七天上班的人 很多旅遊會出來放假 他會跟我說 我做成怎樣 我們都希望真心地跟他談 你很有心去營運這個生意 但是當然 來到這一刻 你接受了一段時間 其實你還有什麼困難 因為世價多變 無論是你的課源 那些妹妹的質素 或者是香港的僱主 甚至價錢等等的事情 你遇到什麼困難 困難就是 我們遇到的好質素 的旅遊越來越少 無論我們開不同的市場 其實香港僱主的要求 是不會降低 而需求數量是沒有降低的 是沒有降低的 當然是沒有降低的 但是你說怎樣去接合 可能去拉近僱主的這麼高要求 和好質素的旅遊 始終中間是很大的disparity 所以我們除了你說 我們現在是菲律賓市場 印尼市場 孟加拉我們都之前做過 其實我們也剛剛開拓了 這個緬甸的市場 希望緬甸的旅遊 和我們香港 因為它都是佛教的家國家 希望大家的溝槽會更近 所以我們經常都希望開新市場 給多一個選擇給僱主 也都由頭由做過 因為真的 在那個質素上面 如果是要好數質 少來香港 但是沒有你的需求 仍然這麼大的話 是 就很麻煩了 因為你沒有辦法選擇 你會入了 我不是以為是遲一等的 但就沒有之前那麼好 是 旅遊就會相對模擦又多 就是問題又多 和也都很實在的 你要記住它是你家裡的用工 是放在你家裡的 而且以我所知 很多人是有小朋友 更加需要 去影響你的小朋友 所以這一個 我覺得是挺嚴重的問題 因為影響下一代 但怎麼辦 比如說緬甸正在開業 你都要教 或者萬加拉之前 又不是太成功 那怎麼辦呢 給香港的僱主 我代他們問 那怎樣處理 你和專家 當然 新市場 其實我都是需要三至五年去成熟 譬如像印尼以前 以前都是 現在去到十幾二十年 才開始叫好 我想在培訓方面 其實我們都會擺很多功夫 就是之前萬加拉 我們有一個 訓練學校 找了一個 會講廣東話的訓練教授 在那邊 沒錯 有一個訓練 center 我想在緬甸也有 同樣的做法 我們都會這樣做 我覺得培訓是相當重要 因為其實你和印尼 其實政府規限 肯定要訓練六十天才來香港 如果你說菲律賓 當然政府也有給他們訓練 要考試才來香港 但其實每一個容工 都好像上學 其實他有多少聽書 他有沒有留心 某些學生都知道 這個也是一個很大的取決 所以在接下來 你說緬甸這個新市場 其實我們剛剛簽了MOU 我們希望用心去做 沒有開始訓練 其實一年前 我們香港引入了第一批 旅遊緬甸 但我聽之前的經驗 就是他們不太適應 亦都是很空式的 當然一個新的市場來到 可能環境太大分別 太快 所以最初來 其實我想也會遇到很多挑戰 例如無論在文化上 工作上 語言上 我們都會去思考 所以你說主打訓練 我們都會說是溝通 例如Cooking 技能上 無論你說Soft and Hard Skill 我們都會放多一點 attention 我聽到你都試過兩個市場 就是緬甸希望能夠成功 其實你挑選 在不同地方 找一些女生過來的時候 有沒有特別的要求 例如 就最好不要那麼有錢 否則他們不肯就用工 會不會有特別的要求 其實我們挑選女生的時候 其實我們很取決 之前的experience 是怎樣 有很多女生 譬如現在已經是很成熟的市場 譬如菲律賓、印尼 其實我們多數 我覺得在我們手上 八成女生 都是有之前的工作經驗 無論你說新加坡、台灣、中東 不同國家的經驗 但其實經驗是做多少呢 怎樣去做呢 都很重要我們去問她 而當然你說故事 也可以透過視像 去跟她談清楚 其實都是 但也不是十成足 你說如果請一些真的沒有經驗 其實更困難 因為其實她什麼都不懂 是的 所以我們希望 就算你說緬甸市場 我們都會找一些 之前做過用工 去過另一個國家 有過工人的經驗 來香港 會不會在那些國家上面 其實都很視乎國家 配不配合 因為如果她不開放 她們這個勞工市場 去另外一個地方 其實你們就算看中 我當其他地方都好 很多地方都好 你都是做不到 沒錯 因為其實都要看香港政府的取態 如果大家協商不了 這個市場 譬如我們都是沒有做 譬如柬埔寨星剛剛開 其實我們都是很取決於 他們大家 我們本身的外交 他們會不會來到 而批不批到來香港 即是都不可以控制在你們 沒錯 你不可以說 在那些地方 看到這個女生 或者這班人都OK 你就不可以這樣 隨便去邀請她過來上班 就不同於其他 即是外勞計劃 外勞可能在那些地方 她可以過來 但是履用 就是另外一個法例規定 沒錯 嗯嗯 這個我相信 都需要你們繼續努力 很坦白說 你現在繼續營運和發展 在這個服務員上面 即這些女生部分 要視乎國家上面的 外交等等的關係之外 其實還有沒有一些部分 都影響在你發展的時間 都有一些限制 其實我們現在 面對當然你的人才 其實都是好質素的內容 那另外就是 其實現在都很多 你說說 那個網站開了很多apps 去配合 即大家去match用功 但是apps的背後 其實你都真的要見那個容工 去聘不聘他 當然我們的市場也不同了 走得很快 也都有很多 即不是我們很traditional 真的上來選工人的公司 也有很多apps做matching 我覺得這個市場也變了很多 嗯嗯嗯 所以這個都是 很多公司都要想的問題 所以為什麼這麼多 初創或者這麼多 要科技化的部分 似乎我任何嘉賓都撕不掉 這個部分的情況 雖然這麼多挑戰 但是你都會很努力的 你會怎樣去應付這些部分 以及接下來公司的發展 會怎樣 其實我自己本身 因為我們本身都是 九龍一個總店 其實我自己希望 在香港那邊開多一個分店 迎合我的客人 其實我的客人 飛鵝山都來到我那裡 請工人 其實因為後悲 他都來回 當然是很安全 因為擺放人家 我家很害怕 當然你說市場上 我們都希望可以優化到 譬如說緬甸 我們怎樣去找一些好的拍檔 其實我們有幾個好的拍檔 但是營運上 訓練上 我們都要擺很多心機 始終都是去回那樣東西 就是怎樣在質素上保證到 因為人很難保障 始終我經常都在想 怎樣去找一些好的工人來香港 在哪裡找 來到我們怎樣去訓練他 怎樣把工人融入家庭 其實都是每天想的事情 這是很大的課題 其實這些課題 不僅僅是旅用 就算家庭的成員 自己怎樣磨合 都是相對同樣相似 但是我想問一問 是否所有的旅用公司 都像你們這樣 除了香港 我們一般人就會了解 agency 形式 你安排一些旅用等等 但你說過你在當地 你有training school 是否間交旅用公司 都會這樣做 印尼其實我們partner的agency 他們有training school 當然他們的training school 就很不同 其實他們會養著女生 在印尼的 住養著女生 他們有training school 就是他們在那裡住 又在那裡吃 當然他們可能決定了 我要做一個旅用 他們已經進入了 我們的training school 訓練 會等我們的僱主請他 菲律賓做法是不同的 他們的training 就是政府給他們 他們住在家裡 請了之後 來香港之前 他們一定要進入訓練 那孟加拉我們的經驗 就是我們當地 我們真的自己 去設一間training school 去訓練當地的旅用 真的從頭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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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頭 行動了課題 無論是燙衣 煮飯 語言 無論是英文 廣東話 我們真的全身去訓練 那來的緬甸 我們都會用同樣的方式 去做這件事 因為訓練 其實我們發覺是很重要的 其實第一 你說文化上的差異 以及技能上也很重要 至少我聽到的就是 你們自己安排的training school 至少地道一點 我覺得你比如說 菲律賓也好 印尼島也好 他們的training school 都是他們當地人訓練的 所以可能文化 甚至乎 那種慢的情況 應該很符合國情 但是如果你們自己有training school 那邊 相對地更加貼合 香港的僱主的需要 我剛才都說了 其實這個成本投資會很高 那邊有training school 我們都希望跟那邊的拍檔 大家可以做到一個比較好的商機 其實我們應該每一邊都要放這麼多的心機 因為其實那邊的culture 它被熟 我們香港的營運 我們熟 其實孟加拉的例子 其實我們是請一個印尼的女傭 是懂得講廣東話 英文也很流利 直接放了幾個在那邊 full time 去 employ 去 train 我們的女生 所以我們發覺 就算來到 他們在技能上是懂 但本身一個人 其實他們未必是做家用的人 的質地 所以其實也有很多東西要配合 我常常覺得 那些技能 你怎樣隔一百次都會吃 但你裏面的態度 或者心態 真的好時間去調整 是有點難搞的 但我想說 例如現在 你有個投資在那邊 有個training school 希望質素會好一點 旅融來到這裡 經理公司的旅融質素更加好 生意當然會好一點 那我可不可以說 在旅融這個market當中 發展都會繼續很好 還是外面一般人所說 都很多間競爭 甚至乎都是那些東西 慢慢都在圍縮 其實我想競爭就一直有了 當然你說科技發達 還得了很多競爭 但其實香港僱主的需求 我覺得是不會減 即是其實need一定在 那怎樣我們可以去 survive 在一個這麼traditional business 其實這個就是 我們會放了心機下去 怎樣做好一點 想念這個很重要 每一個生意 尤其是屬於內的生意 是 怎樣明清甚至乎 跳出來就會很重要 那會不會就是 其實如果有些朋友 主要我都是說 一些長月長月 有些年輕人想入行 其實我覺得 旅融這個我都熟熟的 如果我要入行的話 是不是都很容易 而隨便我叫幾個朋友 就行了我開個檔 那是不是這麼簡單 其實你說入我們這行 當然你說 其實那個資歷是很重要的 如果你是新入行 其實有很多事情都要注意 因為其實我們本身 自己做了三十幾年 我們是拿正牌的公司來 以我理解 其實現在領事館 是很少發牌 所以你說年輕人入這一行 其實那個也有一個 limitation 我想是做到哪一部分 他們可以做得到 因為可能他們想著 可能就這樣介紹就可以了 但後來的事情都需要排行 甚至乎 你一定要跟當地 都有一些很好的network 是 是 那如果你說 好像我們這樣 真是一個full-fledged agency 而那邊也都有些 credit partners 那當然你在當地 其實你的network 那邊和那些partner的關係 其實都是需要很多時間去建立的 但如果你說好像現在 譬如新興那些 我當是apps這樣說 其實可能他們本身 他們做到的stage 就未去到我們 那麼full-fledged 那可能你說去到後面的processing 也都未有這個兼顧程度 那很重要 看他們怎樣看這個市場 所以要留意一下 這個有趣 這個類型的行業 原來有很多事情需要留意 至少排行就需要了 如果不然就變成 就這樣介紹的話 就變成了 可不可以說是不合法的形式 如果他們這樣做 其實就 就是以我理解 如果他們做matching 他們都需要有關的牌照 但如果當然 好像我們真的要在那邊 介紹一個人過來 而去manage整個processing 整個流程 其實我們都是要 拿正牌的領事館做這個 因為其實我們是 叫做 賣勞工的市場 其實我們三十多年前都拿了牌照 所以其實我們做的事情 就變成 我們由無論 介紹一個工人給僱主 幕後所有的文件 processing 到旅用來 其實我們都兼顧了 所以留意 如果有些朋友可能都想 轉問這個市場 甚至乎想搞一些apps 就要小心留意 可能跟一般的行業 有些不太相同 始終都是一些工人 就是一些勞動力 所以就算你的apps也好 究竟你做到什麼level 純粹只配對 還是牽涉到 一些人手的輸入等等的事情 有些法例順便要留意一下 謝謝Carol 跟我們分享了 好客氣 好像很近 但原來有很多事情 我們都會不認識的 一個旅用的行業 而且是真正的 除了我知道你生意之外 都介紹了一些僱主 怎樣好好對你家的旅用工 因為他在你家 我一直都說 你對他不好的話 他有任何負能量 不好的behavior 最終傷害第一個手 都會是你的 希望大家留意 好嗎? 今天的節目時間到這裡 謝謝你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